我們看這題 這題它說如這個圖 這個圖是一個正方體 就是每一邊長度都是一樣的 那麼它會說角EVA 角EVA 角EVA等多少 因為這是正方體 所以這是一個正方形 正方形這個是一個什麼 等腰直角三角形 這是90度 他們角EVA 這當然是45度 等腰直角三角形 這直角三個角加起來180 這9個度所以這兩個加起來90度 又等腰所以這兩個角度一樣 90出一二45度 45度 再來角EVD EVDR EVD的話 就是這個角EVR D EVD是90度 為什麼 因為 沒有沒有 因為什麼 這個 這個東西 這個才會跟這個垂直 因為這個的話跟什麼 跟整個面垂直 但是這一條的話沒有跟這個面垂直 好 我們現在看EVD EVD 我現在給它做什麼呢 做那個三角形 EVD三角形 這EVD三角形是什麼三角形 我們先來看 腳EVD 這個是個正三角形 對角線 因為什麼 因為什麼 因為這個EVD EVD是正方形的對角線 所以如果你編長叫A的話 這個是等於 根號2A 啊 同樣的道理 這個VD也是一個什麼呢 正三角形的對角線 這個也會等到 也會等於根號2A 這個是VD 啊 同樣的道理 這個 四邊形也是正方形嘛 正方形對角線 也是根號2A 這也等於呢 1D 所以這三段一樣 那這三段一樣 構成一個呢 正三角形 正三角形的每個角 都是60度 所以這是60度 然後再看 角多少呢 角EVC EVC EVC等於多少 EVC EVC的話90度 為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 跟什麼 跟整個平面互相垂直 這個的話呢 是 這個方向跟什麼 跟整個水平面互相垂直 那水平面上任何的什麼呢 任何的線段 都跟呢 VC互相垂直 所以呢 EV 跟VC垂直 你在 AB FE 平面上 畫任何一條線 它都會跟什麼呢 跟VC互相垂直 也就EV 跟VC互相垂直 所以這是90度 得到 XP 0 1 1 2 3